接下来呢就来吃牛油果 这个是早市上买的 五个六块钱 应该是都熟了 吃水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熟了 不错 这个应该是农民家自己种的 我后院也有两颗牛油果蔬 嗯好吃 这个特别奶 就是油油的奶奶的甜甜的 绝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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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 没有想到哎 就是牛油果它这么便宜 几乎一块钱一个 你说我不吃我吃不飙了 而且这两片榴莲的话 十块钱一斤 回头我再去买 太好吃了 哇 这真的很细腻 没有榴莲细腻 但是真的很细腻 期待 绝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就是 我没有吃那种各种各样的油盐酱醋 所以吃这个的味道呢 就一下子就投入到它本身的味道里面去了 这个牛油果也适合那种老人或者说牙齿不太好的人吃 因为它根本用不到牙齿 因为它根本用不到牙齿 入口即化 这边还有三个 这边还有三个 优秀 这个比较一般 但还是不错的 很棒 很棒 已经吃了这么多了 还剩最后一个 吃到第五个 微微有一点点腻了 嗯 有一点干干的 最后半个 牛果就吃完了 牛果就吃完了